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千灵九十三集 阁下深受他毒害啊 突然的一声大喝 李灵素诧异的扭头看去 主见房间里白衣术士 像是受了某种刺激 反复念叨着这首诗 他又兴奋又嫉妒又不愤的语气说 我之所以无法超越他 就是因为他会写诗啊 好不甘心 明明就是个黄毛小子 如此装模作样 李灵素左翼脚一挑 微笑附和 是吧 不过这些事情啊 诸位听听就够了 莫要传出去 他怕许其安报复他 圣子收回目光 故作轻松地看向李妙真三人 却发现他们脸色古怪 仿佛在审视傻子 你们 圣子心里一沉 李妙真悠悠说道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楚元朕叹息了一声 哎 许其安也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在李灵素脸色瞬间苍白之际 横远大师补了一刀 他还知道你也是地书碎片的持有者 我们都知道七号和李道长关系匪浅 疑似同门 李灵素身在一晃 像是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两枪后腿背靠着墙壁缓缓地滑倒 他知道我也是天地会成员 而他自己也是 却不明说 看着我前辈长前辈短的 对他恭恭敬敬 李灵素回忆起两人结伴游历的点点滴滴 李妙真语气颇为开心地说道 我们还要去见钟离呢 先过去了 终于不是我最尴尬了 楚远枕笑眯眯地点头 好 两人沿着昏暗的廊道走远了 横远大师见圣子身无可恋 不由地泛起侧隐之心 阿弥陀佛 李道友 大师 让我静静 李灵素双目无神地打断 横远大师无奈地摇头 卓尉随着两位同伴的背影离去 圣子自闭了一会儿 呼听室内传来叹息一声 唉 阁下看起来 深受许其安毒害啊 李灵素的声音无喜无悲 可惜我不是他对手 杨迁唤沉声说道 阁下说出我心声了 李灵素眼神恢复了几分灵动 道友此言何意 此事说来话长 八卦台 夜幕降临 夕阳彻底沉入地平险 许清安平复狂躁的契机 审视自身 欣喜地发现 都迈通畅之后 他的契机调动率达到了八成 和洛宇恒双修之前 八成的契机 相当于最弱最弱的三品武服 双修之后 他现在的八成契机 相当于初入三品的武服 换句话说 许清安现在的修为 已经度过三品初期 中期未到的层次 当然 肉身力量依旧被封印着 如果和三品武服比拼近身战 他肯定是不如的 现在 再对敌毒难金刚 我就算打不赢 也不会那么狼狈 他同样无法擒纳我 杀死我 接下来的江湖之行 我不用再那么藏头露尾 皇宫 御书房 林安带着两名贴身宫女 来到御书房外 宫女们自觉地 站在门外的台阶下 望着殿下射击而上 在御书房外 指手宦官的带领下 进了屋子 御书房内烛光明亮 沉舍奢华 永兄弟坐在铺设黄筹的大案后 批阅奏折 皇帝哥哥 你换我来何事 林安娇声说道 永兄弟急忙放下折子 赢了上来 好妹子 朕要拜托你一件事 林安和永兄弟 自幼一起长大 对他的性格了如指掌 见他这副殷勤姿态 且又挑在这个时候 便知是有吉事相求 以前他还是太子的时候 有事要求父皇 又不方便自己出面 就会拜托他出面去找父皇 毕竟他这个二公主 是皇子皇女里最受宠的 皇帝哥哥 有话直说 林安顾盼了一下 御书房没有座椅 除了皇帝赐座 否则任何人在这里都得站着 永兄弟走到包妹面前 卖了一个棺子 你可知 如何才能解决 号召捐款的计策 林安有些意外 没想到皇帝哥哥召他前来 是想让他出谋划策 林安顿时有种被赏赐的欣喜 清醒午后去找了怀请 当即说道 需要一个有足够声望的人来号召 太子哥哥 初登大宝 威望不够 难免压不住群臣 永兄弟反而愣了一下 没想到包妹的智慧 不知不觉中突飞猛进 便顺着话题问道 那林安觉得谁的声望足够 林安转述臭怀庆的话 当朝有威望 能让群臣心甘情愿捐款的 只有监政和许其安 监政是真正有声望之人 而许其安更多的是凶名 没有人敢招惹他 对于一个斩国公杀皇帝的巅峰武服 读书人骨头再硬 也不会傻到和他死磕 林安何时这般慧眼如趣了 永兄弟意外地赞赏一句 接着说道 正想拜托你当说客 让许其安出面帮忙 你也知道 我刚登基不久 羽翼未封 如今朝廷内忧外患 拼用遭了天灾 急需影子震灾 原来是这事 林安少见地露出苦笑 圆润的鹅蛋脸偷着诗意 他不在京城 也 也从未联络过我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有些难受 就像被人逼着承认自己 在狗奴才心里地位不够 永兄弟没在意他的失落 他就等这个时候忙说道 不 林安你不知道 他回来了 一定是他回来了 整个大缝 除了他以外 没有超凡间的舞者 会出现在撕偏见 林安莫弟睁大眼睛 呼吸明显急促了一下 随后是泛起巨大的惊喜和激动 抓住永兄弟的胳膊 真的吗 他真的回来了 永兄弟汗手 黄昏时 思天剑有超凡境的气息波动 多半是他 朕已经派人去询问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